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国民党云林县党部新任主委林文静不达继小组长联合授政,今天下午在胡伟公所胡伟厅进行,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到场主持叛提政基层士气,并为立委张立善参选年底云林县长选战授起加油。 因应党内各级干部调整,吴敦义自去年底期展开基层拜访并安排到各县市为基层小组长授政,加上云林县市新任县党部主委,今天下午为云林县二时乡镇市约800名小组长颁发证书,同时不达新任主委林文静气氛热落。 吴敦义以他担任高雄市长石森邀请部带西通天教主黄海带到高雄演出,拉近汉胡伟人的距离,并批评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关系成了已读不回,造成台湾经济萧条,呼吁党员大团结重新迎回执政。 吴敦义推荐张立善服务基层多年,绩效卓著,是最好的云林县长人选,希望年底县市长大选,国民党从零零引起,重返执政。 吴敦义收起张立善时,全场高喊加油,大和唱团结就是力量,士气高昂。 张立善与代哽咽感谢大家给他再一次机会,并立入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人民如今连卫生纸都买不到,甚至在中国的台商回不了家,请大家和他一起守护着水溪以南,迎回云林。